打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温暖而黄色灯光的房间 这间房间有宽敞且新颖的设施 提供学生更好的住宿环境 玄章大学为了改善学生住宿空间 今年度赤资千万元 把46间五人房的宿舍改建为四个人居住 床位减少了每个人获得的活动空间就更大了 那在去年时候呢 学校赤资一千两百万 来改造这个宿舍 那在宿舍的部分 我们将46间的五人房 规划成四人房 那积极在整个墙面的翻修 然后铺设木子地板 那整套的全新的卫浴设备 还有整个冷气机 那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学生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 玄章大学改建宿舍 校内学生都抱持正面评价 除了空间更大 让人感觉舒适以外 也是赏心悦目 让心情更好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学生的一种 就是学生的审美观 就是看到宿舍很干净觉得还不错 对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因为好的环境会使学生 就是会想要去住宿下去 就不用到外面还要花钱 就是还要住房子这样子 除此之外 玄奘大学还兼顾到学生的交易环境 交易厅在经过正修之后 也有干净正洁的空间 还有无人智慧商店 提供24小时购买点心跟食物 如果想要收押 也有蓝骨头专区 以及K歌房 让学生想唱就唱 疏解自己的压力 像我们学校它除了设置多的贩卖机外 然后它还设置像是KTV 跟辅导的地方等等的公共设施 其实让我们学生会有更多的时间 会想要待在学校之去 让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就是有时候在宿舍也会没事做 也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这边玩 就会联系 就是跟同学之间彼此的感情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多了这些设施 去催化我们之间的感情 陈光子学务长指出 次资千万证件宿舍 这投资绝对划算 因为优质的休闲空间 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而玄奘大学也希望 透过五星级的宿舍 吸引学生就读 让玄奘大学可以达到 永续经营的教育目的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